上午的维多利亚湾 清风拂面 微波荡漾 驻港部队昂传州海军基地 采齐飘扬 停靠在岸边的军舰 装饰一新 等待检阅的官兵们 身着新焕发的军装 士气高昂 军容严整 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香港部队 宋岳部队 列队外壁 请您解阅 开始 下旁边 同志们好 下旁边 同志们辛苦了 会 同志们好 上 检阅结束后 胡锦涛 视察了舰艇大队 进通联阅室 电脑室 胡锦涛还走进连队宿舍 同战士们一一握手 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 仔细询问大家的执勤 训练 学习 学习和生活情况 我们是驻港部队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驻港部队的这个职责是什么吗 知道是 好 你是班长 你说说 我们驻军法的第二章第五条 规定我们驻军的职责是 防备和抵抗侵略 保卫香港特别新闻器的安全 担负防卫勤务 管理军事设施 承办有关的设备军事事宜 你们在香港生活怎么样 特别是连队的伙食怎么样 我们的伙食很好 我们每天六菜一汤 不仅口味好 而且阴阳搭配的很科学 是自助餐吗 还是这个饭饭 自助餐 新的军装穿起来以后 你们感觉怎么样 主席 我们的新军装穿起来很合身 都是两身定做的 主席 我们这个军 我们的军长前面挂了个 防复律章 他时刻提醒 我们要新西国防 保卫中国香港的爱权 请你们啊 多给你们的爸爸妈妈 打个电话 向你们的爸爸妈妈问 感谢他们 为设施一国两制 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 所做的贡献 什么贡献 最大的贡献 就是把他们的最心爱的儿子 送到香港来福利 视察结束时 胡锦涛接见了驻港部队 营以上干部 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高度评价了驻港部队 进驻香港十年来 取得的可喜成绩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官兵们表示亲切的问候 胡锦涛希望驻港部队 严格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 驻军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继承和弘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努力做到爱港亲民 文明守纪 坚持从严治军 加强科学管理 努力推动部队建设 又好又快发展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人 国务委员唐嘉玄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辉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中央军委委员 总参谋长梁光烈 以及广州军区司令员张亲生 政委杨德青 驻香港部队司令员王继堂 政委张鲁成 陪同视察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曾印权也陪同视察 29号下午国家主席胡锦涛 先后来到香港乌西沙青年新村 和沙田马鞍山居民社区 亲切看望香港青少年和普通民众 给香港同胞带来了中央政府 和祖国人民的深切关怀和深情问候 感受香港同胞对祖国的真挚感情 呼吸沙青年新村大女堂礼 张灯结彩 到处欢声笑语 气氛十分热烈 胡锦涛来到这里 同80多位曾参加 京港同心庆回归迎奥运访金团的 香港青少年一起 围绕认识祖国这一主题 畅谈感想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 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 香港青少年发展联会 与今年4月 组织全港18个区的 300多位青少年 到北京进行了学习访问 礼堂里陈列的12块展板 用图片 文字 图表 生动展示了同学们此行的收获 胡锦涛仔细观看了同学们 自己布置的展览 随后胡锦涛和同学们 围坐在一起 听大家畅谈体会 我觉得最深刻的 就是能够大祝长城 我们在当天把它记得满满的 成了一条红色的巨笼 就好像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龙的传人 在这个时候 我们真正的感受到 自己是中国人了 这一次很高兴可以参加 进港一加一的这个主题交流团 我们在这里学习了很多东西 我们参观了许多的中学 还有升旗仪式 还有这个登这个长城 从这些活动里面 我们学习了很多很多的 关于我们祖国的知识 和加强了我们的归属感 在这个时候 我想代表我们香港的同学 唱一首歌送给我们的胡主席 表示我们对祖国的感谢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 争相发言 诉说自己的体会 香港青少年新系奥运 关注国家和香港发展的赤子之心 给胡锦涛留下深刻印象 他动情地对大家说 刚才听了你们到内地访问以后的感想 使我深为感动 我也想对同学们 讲几句自信话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重要时期 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 树立什么理想 学到什么知识 陶冶什么情操 锻炼什么样的体魄 对他们的讲法 都是终身受用 我希望同学们 珍惜大好时光 努力学习各种知识和本领 努力学习 为人 做事的道理 长大以后 为建设香港 建设楚国 做有用食材 动量食材 胡锦涛语重心疼的话语 让同学们深刻感动 礼堂中间的一棵心愿树上 挂满了同学们许下的美好心愿 同学们用自己的语言 抒发对香港 对祖国 对未来的美好祝福 主席你好 今天脚上我们的同学 已经在那个心愿树那边 写了我们的心愿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 邀请到主席的来临 我们可以邀请你写 留下几个字吗 完全可以 谢谢你啊 胡锦涛拿起笔 在同学们制作的心愿卡上 写下爱香港 爱祖国六个大字 并走到心愿树前 和同学们一起 把这张心愿卡贴了上去 林别时 胡锦涛提议和在场的全体同学 照一张 何家欢 同学们喜出望外 纷纷围拢到胡锦涛身边 美好的瞬间 定格在同学们的记忆中 胡锦涛十分关心香港同胞的生活 离开乌七沙青年新村后 他又来到马鞍山宋安村 进公院两个居民社区 走进普通民动家中看望 52岁的梁志兴 是香港沙田马鞍山 一所中学的校工 胡锦涛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同一家人拉起了家常 从夫妻俩的工作 到孩子们的学习就业 从住房情况到社区环境 从收入状况到生活条件 胡锦涛问得十分仔细 看到梁志兴一家 现在居住的连租房 还不很宽敞 胡锦涛鼓励他们说 只要大家共同努力 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43岁的赵熙明 主要从事五金制品 进出口贸易 这几年生意做得不错 家里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胡锦涛来到他的家中 同一家人促膝交谈 赵熙明告诉胡锦涛 这几年有中央政府支持 由特区政府带领 香港经济一年比一年好 生意做得也比较顺心 胡锦涛高兴地对他说 这些年内地经济发展很快 香港经济发展势头也不错 从事进出口贸易 有着良好环境 希望你们把握机遇 把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好 赵熙明八岁的女儿赵可欣 拿来自己制作的 欢迎胡爷爷防港的贴话 请胡爷爷看 喜欢大型吗 喜欢啊 加拿大型吗 加拿大型吗 十岁的儿子赵连浩 在全港钢琴比赛中得了奖 他高兴地为胡爷爷弹奏了 两首钢琴曲 美丽的香江 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十年来 不平缓的发展历程 也见证了祖国人民和香港同胞 对香港 对国家 对民族 对未来 一样炙热 一样真诚 一样深厚的情感 29号下午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礼宾府 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 立法 司法机关主要负责人 胡锦涛希望大家 全面准确地把握一国两制方针 严敢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办事 忠实履行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 深入民众 贴近民心 了解民意 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服务 善于总结经验 掌握规律 不断健全科学民主决策的体制机制 加强团结 勤政连结 务实高效 开拓创新 形成良好的团队作风 当晚胡锦涛和夫人刘永青 还出席了曾荫权举行的家宴 胡锦涛的陪同人员 王刚 盛华人 唐嘉玄 廖辉 梁光烈等参加上述活动 国家主席胡锦涛 30号下午在香港会展中心 亲切会见香港各界代表人士 并做了重要讲话 胡锦涛在讲话中 对香港各界代表人士 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 和回归后的繁荣稳定 为支持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胡锦涛希望他们珍惜目前香港的良好局面 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推进民主 坚定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促进香港社会和谐 国家主席胡锦涛 30号下午在香港会展中心 亲切会见中央驻港机构 和主要中资机构负责人 并做了重要讲话 胡锦涛说 中央驻港机构和驻港中资企业的同志们 为香港繁荣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 胡锦涛强调 香港工作关系国家发展全局 关系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他希望大家认真总结在香港工作的实践 并用以指导工作 努力把香港工作做得更好 胡锦涛的陪同人员 王刚 盛华人 唐嘉玄 廖辉 梁光烈等参加会见 董建华 曾应全也参加会见 好 这一段的新闻就到这 稍后请继续收看 本台的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特别报道 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辉 杨栋辉 杨栋辉